公报显示,2022年对管辖海域1359个国控点位海水水质开展的监测结果表明,我国海水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符合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海域面积,占管辖海域面积的97.4%。 全国近岸海域海水水质总体保持改善趋势,优良一二类水质比例81.9%,同比上升0.6个百分点,列四类水质比例为8.9%,同比下降0.7个百分点。 全国海洋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局部海域生态功能稳步提升。 公报披露,2022年全国监测的24个典型海洋生态系统中,7个呈健康状态,比2012年提升10.2个百分点,17个呈亚健康状态,5不健康状态。 典型海洋生态系统消除不健康状态,它的确不是说一两年的单个指标的改变就能把它从不健康状态消除的, 而是说它的整个生态系统的,表征整个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各个指标,都是连续几年处于一个稳定向好的态势。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认为它是消除了不健康的状态。 保护和恢复海洋生态系统是一项复杂而兼具的任务,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合作。 自十三五规划以来,累计修复了1500公里的海岸线和3万公顷的滨海湿地。 此外,我国的11个沿海省区市全部划定了海洋生态保护红线, 这为保护海洋生态系统提供了重要的法制保障。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下期待在这种情况下,